事实上整个大罢免朝真的开始了 那么尤其呢 在今天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五位立委 前进市北区开讲 大家认为呢 这个是要酝酿罢免吴思瑶的第一步 吴思瑶也喊 我没在怕 我不是软柿子 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吴佩毅 那吴佩毅大家也觉得比较危险的原因是呢 他那个地方也是个分裂选区 那么还有就是刚刚亮哥所提到的 于北城 于北城在过去比较没有提到 可是在这两个礼拜 因为他实在太多 你说笑话也好 插话也罢 但是就是他有 他成分值慢慢墊高了起来 那么现在呢 这个罢免的呼声也很高 尤其新党副发言人尤志斌 发起了罢免武胆及桃园市议员 于北城的连署行动开始了 呼吁桃园乡亲通通站出来 拨乱反正 那宪兵哥说于北城 如果现在开始低调 罢免力量就没有那么强 不过他可能管不住自己 以他目前这种表现 累计的仇恨值会越来越高 被罢免的几率就蛮大的 好 听听汉婷怎么看 因为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那个基隆市议员 国民党的受访 他就是针对这个罢免的事情 他就问到说 你看这个你们要罢绿的 对不对 然后他竟然是讲说 哎呀我们这个还是要减少 政治上的对立啊 等等这个不要搞罢免啊等等 我对这些话呢 非常的不以为然 对吧当然啦我们客观上知道 哎呀这个如果都是 蓝绿互相在搞罢免啊 政经没在做事啊 当然是很不好的耗费社会资源啊 这个动员社会成本啊 都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就是绿的先干的啊 绿的先干的不能要求 蓝的不还手啊 对吧但我们可以很客观说 事实上对立不好 但是对立谁先起的呢 是绿的先干 所以绿的如果要罢免谢国良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谢国良 如果党中央要罢免绿的 我们也一定支持霸虑的霸到底 那不过当然啦 就是所谓的动摇 或者耗费社会成本这件事情呢 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县市长这个层级 确实是如此 你说这个市长不干事了 天天这个搞选举动员 他就很难做事情 你说明代把他扮演下来了 你觉得他好像少做什么事 他本来也没在做什么事 好不好 就你以为这些明代有在做什么事吗 王浩宇有在做什么事吗 对吧 林昌作有在做什么事吗 卖袜子 卖袜子卖的蛮好啊 然后陈伯伟有在做什么 他就虽然不做什么事 他才会被罢免下来嘛 有在认真做事的 就比较难被罢免下来 不过当然了 韩国瑜市长认真做事 还是会被罢免下来 所以呢 这边只是稍微开个玩笑 也不要认为说 这个免疫代表认真在做事 所以这个罢免很不好 没有没有 没在做事的 好像就有的时候呢 尤其这个非常地方 或非常local 或者呢 这个议员呢 这个少他一席啊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不过我就要针对刚才 宇轩讲了一点 这个申有点不同意 宇轩刚才说 这个各种的罢免 背后都是有政党在动员的 也没有罢免于北城了 我们新党还真没什么能力 可以动员 我们是没什么能力 可以动员 这个不是反驳我 你这个是根本就在自嘲吗 我是在自嘲好不好 所以呢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在地的相亲是能够加入 并且支持 因为我们真的是没什么能力 可以来发起动员这种事情 我们连党员名册 我大概都很难凑到这个多少 还有 好 这个自我考试一下 所以大家要多多加油 那当然我们在地方上 也会接到很多的反应 尤其在北投士林这边 然后我已经再三确认过 就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说 他也是希望说各种的罢免 最好还是由公民团体出来 就是党不要站在第一线 或者民意代表也不要站在第一线 就是民意代表 不要担任所谓的发起人 就各种的事情有一个缓冲啦 即便很假 但在战略上是一个缓冲 因为如果说中途联署不利啊 万一啦 万一不利的话 那至少民意代表本人 或者是党部中央 不用背那么大的责任 跟背那么大的锅 那他们比较希望是由 侧翼或者是这个公民团体 然后来在等待 等待当中 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也不会是纯等待 应该还是有在做一些收集 因为地方上 我们在北投士林就是都有一些联络 然后各个包含里长 或一些基本的人士都有期待 那我们当然也会继续努力的来做推动 所以声音是已经有了 但是呢 目前呢 还没有办法判断说 在北投士林的这个声音 有没有办法拉到更多偏中间选民的票 对 现在气氛到底怎么样啊 对 这一块 中间的还是比较无感 中间其实就是很讨厌罢来罢去 那如果柯文哲被起诉的话呢 那个也不是说那就是民众党 对不对 那当然你会讲说会不会有 对不对 那民众党就会不爽 那当然你说绿的怎么样 能够把自己给翻盘 他就得罪越来越多人 当然是罪那个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 柯文哲被起诉 对国民党是好的 对民众党自己也是好的啊 对民众党也是好的啊 他就有打背心牌啊 他就可以打背心牌啊 然后下一次2026年的选举 就更加有利啊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好的啊 所以这个柯主席应该要牺牲小我 没有啊 这开玩笑 这个是开玩笑 所以在罢免的这一块啊 那当然这个于北辰 稍微针对一下他的这些胡说八道 还需要再回应吗 应该不用吧 对吧 他就是反正上天是乱讲话 然后接下来每一段呢 都是在做这个乱讲话 大法官视线 比喻为妙公解迁 这个姑且认之为 他是一个很有形象的比喻好了 那不过下面这个 他要赞美说台湾的飞行员很厉害 这个没问题啊 台湾的飞行员很厉害啊 很认真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笑大陆的飞行员 然后到半夜就不能够飞飞机 这很显然就是太无知了 所以有非常多的飞行的 空军的空降都来打脸 然后大陆也是一样笑翻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像上一次所说的 因为民进党长期在军人这一块 在国防上面过往的不重视抹黑 所以很多的军人都不太亲近民进党 那因此在军界 或者我们在国防作战上 媒体前面比较知名的评论人物 或者是专家学者 比较多监督民进党 不要讲他们都支持国民党 说比较多监督民进党 你看代表谁呢 你看这个陈永康立法委员啊 然后这个栗正杰将军啊 然后帅化民将军啊 林玉芳委员啊 还有这个吕理师委员啊 不是吕 对对对那个也是将军 那你看一下对 支持监督民进党有这么多人 各个听起来非常优秀 然后比较亲近民进党 懂得作战的都是什么 于北辰对吧 沈柏阳 王毅川 厉害太厉害 对吧还有谁 之前还有陈柏维啊 哦国防委员啊 陈柏维 他现在还在 他现在可以名嘴 还有访客 对吧还有访客 你看这个都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非常非常奇葩 然后呢 再来就是赵天龄 不过现在这些都出现比较少 所以民进党在军事上 我真的认为一定要重用这些人 大力重用于北辰 大力重用沈柏阳 尤其你看沈柏阳所说的 哇 你看个成人片都能够分析 都会被中共所掌握 这跟当初陈柏维出来开记者会说 扫地机器人也会被中共掌握 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好而且今天 好的昨天吧 进阶了 有最新的 最新的高雄激进党的 那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就好像就是那个 那个陈其麦为他吃狗食的那个人 吃狗粮的那个人 名字我都不想记 反正他就是陈其麦为他吃狗粮的 那个市议员 狗粮哥 狗粮哥的最新 他又发文 他讲说因为在高雄 有大陆的这个展兵马俑 来到台湾 统战 反兵马俑展览 对吧 要求教育局要严正看待 怎么可以放任这个统战团体 来台湾展览兵马俑呢 真的 他就讲你看主办单位是宋美龄基金会 然后这个宋美龄基金会 你看他的主旨就说都是中国人 哪有统一统战团体 厉害好不好厉害 我觉得民进党一定要大力的继续重用 因为民进党的不幸 长期来看就是台湾人的大幸 好像前两天沈副雄委员就讲得很好 就是声率越开心 实际上是越大的不幸 就离台湾人的中间是越来越遥远 好那说到这了 我先请教雨萱 吴佩义 吴思瑶 还有一个于北辰 这个谁被罢掉的机会高啊 吴佩义有没有讲话 他自从那个布局事件之后 应该都没有讲话 他没有了嘛 那他就是软柿子啊 因为吴思瑶说我出来喊 我没在怕啊 所以你一直说吴佩义是软柿子嘛 那吴佩义就可以优先处理了嘛 吴思瑶我觉得他还需要酝酿 因为吴思瑶这个人哦 坦白讲哦 他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你知道吗 但他就是妄之不适人君 就是白白白白的 因为我知道他很多事情 在立法院干了一堆虾事 一些怪事 一些鸟事 但很往往我觉得吴思瑶最可怕的 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反正就人家叫他弄 他就跟着弄 就是人家叫他讲说什么 那个监控媒体他就来监控媒体 人家柯建民叫他去讲什么 奇异来归他就奇异来归 反正柯建民叫他干嘛 他就干嘛嘛 所以外言之他只是一个加一而已 就柯建民的这个 我们讲的小跟班 对不对 台湾最明确的脸庞 所以我就说吴思瑶他并不是一个 大咖的政治人物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现在是担任干部 比如说你像王定宇这种人哦 他就是内心有满肚子坏水 他是有谋划能力的 吴思瑶是一个这个没有谋划能力的人 所以我就说这个潜艇跟中央线 你以为吴思瑶就一定很安全吗 我觉得不是哦 他一定会 他变咚变 变咚变咬 跑出了很多个名堂了 比如说他想要选台北市长他怎么干 他就跑到司法 Artists委委员会那边 耗鹿北京 在他那边闹嘛 在那边哭嘛 那请问一下各位 这是一个正常人 这对他的民调声势可能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的事情 他就是会干这种怪事情 搞不好去柯建民说 你不乱卸了嘛 她就跑去 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模仿柯健明還是柯文哲 反正他就會跑去嘛 所以我就說這幾個 各位你要考慮這個點 第一個 要嘛就是這個人仇恨值極高 要嘛這個人呢就是根本 騎不知 沒有根基的人像吳佩毅 要嘛就像我跟你講 宜蘭的那個程序 其實也是爛到頭頂 我不是對他有仇恨值 我根本連他長什麼樣子 我都記不得了 對嘛那因為陳婉會太強了 依然是因為陳婉會太強了 然後那個叫黃什麼插庭的 太爛了 所以才導致這種局面嘛 就國民黨該強的不強 民眾黨該爛的不爛 就相反了 所以最後陳婉會跑一個陳俊 他自己就說我讓他酸屌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選上了 所以你要找這種250嘛 我跟你講你真的去扮演陳俊 你會發現別有一番天地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說宜蘭很綠啦 宜蘭沒有說綠不綠 宜蘭就是藍綠各半嘛 宜蘭就是地方政治地方生態 所以我就說你去找這種 Lilycoco全台灣很多這種選區 再來我講一個蔡壁如啊 為什麼大家都忘記蔡壁如了 為什麼你覺得蔡其昌很強 2%而已呢 割棋槍也2%而已呢 而且下一屆他會當總召 搞不好 抽恩值是不是更高 他會當總召一個問題啊 他要背負黨的政策啊 蔡其昌當絕對跟柯建民當不一樣 蔡其昌當就是聽賴心得的 聽賴心得他就會惹得一身心 那為什麼 而且你不要忘了 蔡壁如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結合民眾的力量啊 那時候柯文哲是不是搞不好被起訴了 那我們就送給蔡壁如啊 就沒有關係啊 因為紅派也支持蔡壁如啊 你以為蔡壁如為什麼只差2% 紅派也挺到底啊 議長挺到底啊 地方勢力跟派心那個有辦法再動員了好不好 對不對 因為他是立委站啊 他跟市長站不一樣啊 他跟魯秀的局不一樣啊 那個是紅派的地方利益的問題啊 你今天垂到day怎麼可能不行 你叫蔡其昌再動員吃他自己會痛好不好 累都累死了 不死也半條命嘛 而且你以為這沒好處嗎 當然有啊 第一個藍白盒 再第二個柯文哲能量可以發揮 再第三個蔡壁如你去挺到底 這一席立委送民眾黨 其他的選區民眾黨選票會不會拉成 當然會加成啊 再第三個 請問一下蔡以昌滾下去之後 下一個接著是誰 何欣純喔 還是誰喔 接班的替江幾層 這些其他人先鋪路啊 因為這一席一引 你台中市長穩著躺著當選啊 所以不要只想著這麼狹隘的局面 我還是在錄吹電好不好 推薦好名單給你 蔡壁如絕對是一個好奇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可以 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喔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歡迎收看